这里是乾隆皇帝玉陵的地宫 这里是地宫的最里面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金炫 中间这一具最大的棺果是乾隆 其他是两个皇后 三个皇贵妃 这些棺果并不是平放在棺床上 而是在四个角上 分别有一块石头 加以固定 我们现在走进了看一下 这块石头叫龙山石 每一块龙山石重达几百斤 上面雕刻的也非常漂亮 这个是孝依皇后 也就是延禧攻略里面魏英洛的官位 它那个官果已经破坏掉了 这四块龙山石看的比较清楚 每一块龙山石上面分别有一个 横向和竖向的凹槽 官果深处的边楞就是卡在这里面 在乾隆皇帝官果的右边 是他的第一任皇后 孝贤皇后的官位 就是延禧攻略里面覆察荣音的原形 孝贤皇后的四块龙山石靠近镜头的这一面 在右手边有一块龙山石是坏的 这一块龙山石断成了两半 而且是用铁橘子给连起来的 仔细看的话 上面抹了石灰和石粉 是想伪装的让人看不出来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并不是咱们现在的考古人员给修复的 70年代咱们的工作人员 第一次进来清理地宫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的了 以前的时候 还有两次有组织的进入地宫 一次就是孙殿英来盗墓的时候 他不可能给你修这个 再一次就是溥仪安排人来重脸地宫的时候 也没有修复 那只能是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坏掉了 但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坏的呢 这里面就有意思了 玉林地宫修好之后 第一批葬进来的就是孝贤皇后 还有哲敏皇贵妃 慧贤皇贵妃 这一句官果当时葬进去之后 就再也没动过 所以这个龙山石在当时就已经坏掉了 那年是乾隆17年 乾隆刚刚40岁出头 乾隆的地宫被称为 中国目前已经开放的地宫中 最精美最豪华的一座 由此可见 乾隆皇帝在世的时候 对地宫的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而且乾隆皇帝跟这位孝贤皇后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呢 如果当时的乾隆皇帝知道龙山石是坏的 会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呢 首先要把坏的龙山石换成好的 第二呢 建设地宫的相关负责人员肯定要砍头 所以呢 只有一种可能 乾隆皇帝是不知道的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可能是当时负责建设地宫的相关人员 在孝贤皇后下葬之前呢 发现龙山石是坏的 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重新再做一个 为了保住性命 才想了这个办法 再一个 地宫不是皇宫 并不是每天都要进来 在孝贤皇后下葬之后啊 下一次打开地宫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至少在这段事件之内 不会有掉脑袋的风险